欢迎收看大白话运,我是大白话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这部电影名字叫做恐惧有限公司 也可以理解为恐怖片版的私人定制 好了,咱们起来看电影吧 片子开始咱们的男主阿乔 是一个没钱没房没工作 但是有女友的高级屌丝 阿乔住着富二代女友的大别墅 每天的日常就是打打游戏 搞搞邻居的恶作剧 蒸蒸桑拿,躺在泳池看管书 最重要的是女友不但有钱还很漂亮 身材还超级好 更要命的是非常惯的阿乔 你们说这男主胡子拉擦的命咋这么好呢 阿乔感觉一天天的没啥意思 就爱带着女友去这个鬼屋啥的 但是呢,看过无数恐怖片的阿乔啊 都感觉太小儿科了 这个时候呢,一个哥们给阿乔一张名片 说了,我们是专门给人定制恐惧的公司 你要是想要恐惧呢,我们可以满足你 这天呢,阿乔的发小阿本和媳妇小丽啊 来到他们家里做客 国外的年轻人和咱们也差不多 在一起呢,也没啥事 就是喝喝酒吹吹牛,玩玩游戏泡泡啥啥的 有人说了,小编,你是不是想,你没看人家 还泡温泉的吗,这有意思 咱们吃完喝喝喝酒呢,别闹上洗剧中心吗 言归正传啊,这帮人聊聊天呢 阿乔就说了,我现在呀胆可辣了 感觉啥都吓不着我了你 我想找这恐惧公司吓吓我 发小就说了,你可别的 我老板就是因为找那个什么恐惧公司 都不来上班了,死没死都不知道 别人越说不行,阿乔就越感兴趣 于是呢,就偷偷的给这个恐惧公司 打了个电话,结果公司回复就说 就没有空,事情呢就不了了之了 这天呢,阿乔和发小他们四个 从万圣洁派对刚回来 都喝得五米三道的,回到家中 电视呢,突然就自己打开了 新闻就是一个记者等下报道修杀案呢 而修杀案的内容就是说 阿乔杀死了女友和发小他们 还杀死了邻居的老头 这咋回事啊,这是什么情况呢 咱们这不都活得好好的吗 阿乔说了,没事,这肯定是恐惧公司整的 咱们就当玩个游戏了 就这样一切就开始了 先是阿本的媳妇小丽失踪了 阿本就出去找去了 结果阿乔和女友在后院发现了小丽 那家伙伤的可不轻啊 一个戴面具手持打斧头的人追过来了 阿乔和女友逃回了房子里 但是呢,阿乔被打晕了 等阿乔醒过来的时候 发小啊,被锁在凳子上面了 然后电脑上出现自己女友被绑的画面 电脑里边就说了 我要跟你玩个游戏 通往你女友房间的钥匙在你发小身上 你要是找不找,你女友就该死 阿乔说了 哎呀,小样还给我俩玩电剧惊魂呢 行,我陪你们玩 阿乔发现钥匙在发小的肚子里边了 反正都是游戏 阿乔也没在乎 就从阿本的肚子里把钥匙拿出来了 这才发现这些是真的了 然后发小也不见了 难道是自己杀死了发小吗 拿到钥匙还是先去救女友吧 但是发现女友不喘退了 死了 这个时候呢,面具男出现了 阿乔一怒之下 掐死了面具男 女友一看呢,赶紧活过来了 完蛋了这回 原来一切都是恐惧公司策划好的 发小和他媳妇根本就没死呢 都是养的 这就是为了吓唬阿乔 但是恐惧公司的面具男呢 是真实了 这是杀人呢 阿本和老婆呢,赶紧走了 说这事跟俺们可没关系啊 是你联系恐惧公司的 阿乔和女友决定拉斯提到沙漠里面去埋尸 但是恐惧公司的人呢 找到他们了 公司的老大就说了 你杀了我们的一个人 我们就杀了你的女友 阿乔跑到加油站不安 一看女友在旁边坐着呢 呀,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原来一切呢 都是恐惧公司的设计之中的事 阿本和小丽呢,也回来了 一切都是套路啊 我想阿乔此刻内心是崩溃的 当我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的时候呢 其实没有恐惧公司的人说了 只有真正的死亡才会让人感到恐惧 最后他们四个斗死了 电影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有意思的就是 我们以为是整的 其实只是一个设计好的游戏 当我们以为这是游戏的时候 但又是很真实的事 好了,今天大半话影片就到这了 我们明天见 默默的